現在大家在揭露我一件事情 因為妹妹她現在變很胖 來 站起來給她看 她很瘦的啦 已經很瘦 怎麼她變胖 這邊被下藥嗎 她說被小妞下藥 對 抗憂鬱症的藥 她本身有在吃抗憂症的藥 那順便 順便然後給我下 她是打鐵泥吃才偷偷把妳放進去 偷偷偷放進去啊 妳為什麼會打 因為我一般在睡覺前 然後自己喝一杯水 她就在裡面那個水裡面 然後磨了粉 然後這樣丟進去 然後這樣下藥 你講真的假的假的 真的呀 有著豪邁個性 說話不作則的藝人強強 除了經常登上各大節目分享生活外 也開設Youtube頻道 擁有超過56萬人訂閱 日前 強強一家人跑到越南旅行 當中也有妹妹的女友小妞 怎料 對方卻屢屢做出不當舉動 甚至最後直接在酒吧喝到爛醉 被強強當街痛罵 最後妹妹也和女友分手 影片曝光後 掀起網友兩集熱議 昨七日強強再度拍攝影片 提到該燙越南行的後續 強強提到 妹妹的身材 比起以往胖了不少 是因為被前女友在水裡偷偷下了抗憂鬱症的藥 強妹表示自己習慣在睡前喝水 她就在那個水裡面 然後磨那個粉 然後丟進去 也因此變得很容易入睡 而對於這件事情 前女友也有承認 強調是害怕強妹會在晚上偷偷跑出去玩 才會做出這樣的舉動 有啊 我是上一個叫高材生啊 那那個越南的 多高 他是大陸的一本大學 一本大學就有點像那種 一本大學就有點像那種 一本大學有點像那一種台灣的那種成功大學 那還有說他是哪一家啊 上海大學啊 上海大學啊 然後他這也是書養十家的啊 可是你是看上人家學歷跟他在一起 對啊我就覺得 不行就是這個還衡量人吧 誰說念學生律書練得好 他人格就一定是OK 所以他是你教過最高學歷的 嗯對 你會最誇張的 他老闆騙你的吧 啊沒有 他真的 他是真的 我為什麼會看到他的畢業點力啊 現在大家在揭露我一件事情 因為妹妹他現在變很胖 來站起來給他看 以前很瘦的啦 以前很瘦的啦 他現在現在 第一次可以胖很多 這次回來變六十幾公斤耶 他怎麼會變胖 他會被下藥嗎 他之後被小妞下藥 對 抗憂症的藥 他本身有在吃抗憂症的藥 那你順便 順便趕快給我下 他是拿起你吃還偷偷把你放進去 對啊 你為什麼不記得啊 因為我一貫在睡覺前喔 然後自己喝一杯水 他就在那個水裡面 然後磨了粉 然後這樣丟進去 然後這樣下藥 真的假的假的假的 真的呀 發現他買的是雙人份的藥 那怎麼開雙人份 大陸就可以開啦 反正就這樣子啦 從他搬走之後 喝完那個水 從他沒睡著過 他為什麼要給你下藥 他說因為我晚上出去玩啊 或什麼有的沒的啊 他有承認是不是 對 他也承認的 所以你是不是給我下那個 趙玉症那個藥 他副作用真的就變胖 有人變胖三十斤耶 不然誰喝醉會 想到說是有人給他下藥的 因為他給我下藥啊 長期在給我下藥的啊 那看來今天跟高材成約會要小心 我就跟你講啦 請大家來有那個 網水流栓的事嗎 高材生都會下那種 就很可怕那種 你這已經算還好 他就覺得網水流栓 紅小慧好不好 所以說要交友要謹慎 爸爸不見得是高學歷的人 就一定整個人OK啊 對啊確實啊 你為什麼要一直這樣 叫我們看學弟啊 對啊 你自己看我妹妹來看學弟的好不好 我叫你練習的學弟 他一直讓我們念書啊 爸爸你我們家不會念書的 你一定要認命 不是你聽我說 你自己也沒有念多高 你自己也沒有念多高 我跟你講齁 要看一些 老師這樣被嚇要 看一些書 有時候念書念太多 他最後他只有十長 但是就一直在念這些東西 但是他其他的社會 做人組織的道理他完全不懂 沒有行商啦 你社會學什麼 分手分出去哪裡學 學校不會教你如何做人好嗎 像妹妹 你叫他講一些誠意 他講過處 我們為什麼要講誠意 你知道除非今天他是喜歡 他的專業OK 他是專業OK 可是他沒有不知道自己為了要幹嘛 可是他一直說 你一定要有念到那個書 對他主要他們就不懂 練到那個書 你要書要有那個文品 你才可以去當醫生的 我幹嘛當醫生啊 我都是醫生在 叫他幹嘛幹嘛幹嘛的 拜託我當什麼醫生啊 正是你當律師的 我幹嘛要當律師啊 律師我教幾個 叫他不要做人 我犯了多少個律師了 然後呢 他不教了一個這樣 然後再幹嘛 對啊 一本大學的耶 發入一本大學很厲害的 那能幹嘛呢 還沒有認為學識跟人品 是不符合校服的 真的一本大學是真符合相符的 做人比較重要 跟你會不會做人 跟代人主事比較重要 但是你學多少東西 對我來說 沒那麼重要 除非你是你的專業 不是你專業啊 我就覺得是OK的 在班上 對啊 我主持到啊 那你對他今天要去那個 教大清大教育 小心一點啊 什麼 真的要小心一點啊 他算跟你幹什麼 你看什麼樣子 你看像變一豬頭樣子 下什麼藥什麼的 他笑我藥 沒有容易發笑啦 我看藥書超強的 那你對他今天要去請大家 教大約會有什麼感想 走一走看 你看的都是好事啊 原本如果他可以去的話 剛好一個教大一個去 對啊 你要不要吃個男生約會 爸爸他可以吃個男生約會 爸爸他可以吃個男生約會 可以啊 不要不要一起去 我們今天找了 爸爸 他跟男生也會可以 都是體育的啊 爸爸都是體育的啊 他會帶他淺肥瘦身喔 爸爸 幹嘛 家珍你對自己的性向搞不清楚啊 這樣不好啊 這怎麼關係啊 都沒關係啊 沒有關係 你有試過跟交男朋友嗎 沒有啊 都一直都是跟女朋友 他們以前說 你都寫情書給自己是真的 真的啊 我以為他們亂說的 沒有不是亂說 我當初叫他去當導演 他就有辦法去編這一些東西出來 因為他有那種勾動 所以他給他吃那個藥是OK的啊 剛剛好 剛剛好 所以你不跟我們來約會 不約不約 爸爸跟大家講一下 我為什麼沒這次回來 幾次回來就阿伯過世啦 還有這個講肩膀的事情 你要回來 沒有啦 人家網路上面 戳敵這個人沒有肩膀 在越南之前 我早就已經跟他講過了 這次的旅行 不是為了要去玩 而是為了要幫姐姐拍視頻 考慮了三天 他跟我說我考慮非常清楚 在去越南之前 在我心裡好像也是二十分 我說如果他如果對我家人很尊重 或是對我家人挺好的 那可能在我心目中都壓五十分 我就沒想到第三天肉丁 就不可能在一起了 網路上人家說是你要去照顧他 那人是你帶去的 憑什麼要我照顧他呢 他說他已經想得非常清楚 這次越南好好表現 表現成這樣 表現成這樣 表現什麼樣子 那他表現成這樣 立然髮指 我跟你講齁 不管怎麼樣 你人愛去的 就有這個責任 去照顧人家 你知道他的行為嗎 為什麼你要去找那個夜店的人 他雖然在夜店上面 但是他是有念上海的一本大學 他在上海一本大學 沒有他是上海一本大學 而且他父母親 沒有他 他以前會是個人覺得一個郭配一個蓋 他自己什麼樣子 什麼郭配什麼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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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你什麼郭配什麼蓋 你什麼郭配什麼蓋 你講的是沒有錯 那家人人家這樣子講 你就要好好反省 之前 你知了什麼你還要帶他去呢 他自己說他會好好表現 誰知道我會跟他三張考慮 為什麼他要表現 我都太親了啦 你我都太親了啦 你我都太親了啦 你都不想 沒有啦 他他有被罵說 台灣第一Taping 對 哎呀 我跟你講喔 他的朋友 有什麼事情你跟妹妹講就好 你也不對 是因為他已經倒在那邊了 你一直當Milo 我有什麼辦法 那時候其實你真的很生氣 對 我也是我們很生氣的人 我就說真的很生氣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太丟了 我說他讚 我還要罵他 那我們要抬著他走嗎 我們沒有丟下他 我們還是把他帶回酒店 安全的送回上海 然後那些網友還自以為自己在現場 很明白一樣 然後再馬上看你一清二楚 對 你們都沒有照過他 人你帶出去的 你也沒有什麼好兇的 還有下面的留言是怎麼留言的嗎 你有看喔 你有看喔 很生氣啊 你都搬牆去看嗎 我不是是那個小木屑也有看的 家蓁 我跟你講喔 你碰到任何的事情 這人你帶出去了 本來這個責任就在你身上的 啊 我現在沒有在講這個世界的 你這樣害到姊姊 被人家罵什麼台灣 你什麼 哎呀 都是惹出來的 你不要再講話 你根本不在現場 你根本就不了解 不會有人在第一天見家黨吃飯 是這樣吃飯的 他有動作不好看 你要跟他講不要這樣子 這不是基本禮貌嗎 哎呀 你不要拿你的尺寸去量別人 來自不同的家庭 你想的太單純 你有跟你吃飯有這樣子過嗎 但是 當然啊 我們是家在裡面 這樣 他回上海真的去做了一個檢驗 而且還特別跑到安徽去做 這次在來搞什麼 他安徽去做 他說那天可以當天拿到報告 他也特別弄了家子 花了五千塊的名 最後有驗出什麼東西嗎 好像是說被嚇了兩個弄 但是不知道這兩個弄 你還要跟網友講一句話 這事情已經結束了 還有我不是什麼台灣第一假煎寶 這個事情已經結束了 也跟他已經就是不可能再聯繫了 就知道 已經安全的送回大陸 還要怎樣 不不不不不 你不得 你不得這樣講 我是怎麼樣 靠 你要吃飯了是嗎 不要這樣講話 我來講我什麼東西啊 不要啦 我就跟你講齁 第一次到越南 造成給大家網友觀感不好 好啊 你也覺得很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但是阿蘇真抱歉 這個越南人觀感不好 下次你會再更注意啦 應該再下次注意 認識人應該會更謹慎 交友會更謹慎 經理事馬部長一致 好不好 好 越南事情結束 第四季 第四季